来看现在我手里拿着两瓶农药 这两瓶农药比较特别 那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拿给李厅长看一下 李厅长 您看一下这两瓶农药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来告诉一下大家 请拿话筒 这是两瓶啊 叫毒瓶的农药 这种农药呢 属于西安这里适用的农药 就是说这里的药 不能适用在咱们种植的蔬菜和水果上 对于西安这里的农药 国家用明确的规定 必须经过厌格的生体 得要转门的经营媒体 实行转门经营 顶向经营 同时呢 就是购买这种农药 要落实实名制惯例 没有实名制 就不允许这种农药的购买 大体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像您所说的 这限制农药 是购买的时候得要实名制 同时呢 也不能乱用 包括在销售的时候 也是有指定的地方销售的 但是 这两瓶农药的到来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 拿回来的时候 好像 他所了解到的情况 和您说的不大相符 具体什么情况呢 咱们一块来看 我们记者的问证调查 2017年8月3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发布第2567号公告 规定 含有毒死皮成分的农药 被列入限制使用农药名录 在藻庄十一城区 阴平镇的一家农药经销点 店里的这份农药经营许可证上显示 经营范围限制使用农药除外 但最终记者还是买到了毒死皮农药 除了小手乱 在农药的使用上 记者发现 当地种植户往往也是依靠个人经验 为了保证产量 一位土豆种植户表示 他们一般不会按照农药包装上的推荐剂量使用 乱卖乱用之外 农药包装瓶包装袋乱扔的情况同样存在 我身旁的这条河流流经了二沟村和三王村等等的几个村子 可以清晰的看到在河面上漂浮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塑料瓶 还有一些塑料的外包装袋 从镜头当中可以大体的看到这大多数都是一些农药的外包装 附近村民说 因为打农药的时候需要兑水 而他们一般都是到这里来接水 顺手的就把这些空的农药瓶扔在了这里 而在宾州是惠民县江楼镇的一处田地一侧 记者同样发现地面上有多个空农药瓶 就在短短的四五米的支线距离 就在地上扔有了七八个空的农药瓶 这些农药瓶有黄色的有白色的 从外观上看啊 应该都是一些除草剂 我拿着啊 拿都有 后来地头上 该拿农药 躲在地头上 连拿都有 原本应该受到严格监管 严格限制的农药啊 却出现了乱卖乱用 外包装乱扔的情况 首先我想问一下李厅长啊 就是这种环境下长出来的农作物 您敢吃吗 这种懒项 确实令人担心 就是说明我们的家管工作 还不到位 我们的家管责任啊 还不落实 我想呢 这个情况 我们会通过 夹大 这个知法监测的力度 夹向我们啊 这个知法监测的能力和水平 来逐步的杜绝啊 这种情况 放肆这些不合格的农草品 放肆弄药 对农草品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也放肆这些产品呢 六十四上 进入我们百姓的残住 这个 至于说我们一圈省啊 这个农草品的安全状况 总体上是不错的 厅长我想问一下 像这样的违规行为 咱们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像刚才这个片段当中 反映的这些情况 我看这是一起典型的 违规违法 警应农药的行为 我想今天节目播出之后啊 我们要在第一世界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 我们要责称 党地的检官部门啊 要到这家警应单位 对它进行依发插发 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 移发 做出严肃的处理 像这种情况 打击一种三种处理方式 这个一呢 是吊销它的 经营许可证 则令它性质应益 第二呢 根据情况 移发 进行经济处罚 第三呢 就是说如果它 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我们还有 按程序 移发追究 它的法律则 做出严肃的处理 其实说到了农药的管理 我这儿有一个资料 就是山东早在2014年 就下发了 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规定 而直到今天 农药仍然存在着各种乱象 那这背后 是否与监管 却未有着直接的关系呢 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记者的问证调查 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中规定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 负责对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 那么对于辖区内的农药经销点 违规销售限制使用的 毒死皮农药 早庄市益城区农业农村局 农业执法大队是否知情呢 但咱之前查过吗 有查过这种类似吗 没有 从来没查到过 对 除了不按规定经营范围销售农药以外 按照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中 第19条规定 农业投入品经营者 应当建立农业投入品经营档案 如实记载投入品名称 采购来源 销售对象和购销时间等信息 这些早庄市益城区 阴平镇的农药经销商能否做到呢 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中规定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 本行政区域内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 指导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 应当依法加强对农业投入品 生产经营使用的管理和指导 建立健全农业投入品的安全使用制度 然而在早庄市益城区 这同样成了一纸空闻 那么农药乱用带来的农作物 农产超标隐患该如何监管呢 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中 50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制定并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 对生产中和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 进行逆行监测和监督抽查 而在早庄市益城区农业农村局 工作人员表示 这项工作执行起来有难度 条例中的规定 在早庄益城区市一向都没有得到落实 而且片子中的工作人员有一句话 我记忆特别深 说一共给了一万块钱 每个检查就要五百块钱 这样才能做几个呀 这可是我们老百姓吃进肚子里的东西 厅长咱们下边就是这么监管的吗 看着这个情况 我觉得确实不应该 就是我们的监管力量没有培气 监管能力不足 同时呢 监管则的又不落实 特别是在极层 这道方向 得必须得把它收好 否则的话 极层的安全监管都不到位 那么就会导致更多的 这个陆户产品流入我们的市场 好 厅长 您刚才提到了基层了 那我们能不能先来问一下 早庄农业农村局的负责同志 早庄农业农村局的负责同志在吗 递一下话筒 好 短片当中提到说 领导不重视 您觉得指的是什么 看了这个片子 这个心情很轻重 感觉到呢 这个确实是很惭愧 以充许啊 出了这些问题啊 嘴呆看起来像是个别现象 但是呢 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在监管上 在重视上还有差距 确确实实呢 下一步还需要我们 好多的这个工作需要完善 请您正视我的问题 您觉得是哪个层级的不重视呢 按照这个要求呢 也是市级和县级都有监管责任 特别是我总为农业农村局的局长 有责任 以这个下一步呢 把主要经历 把这些重点 我想请先行些 重点呢 关注关注农业执法 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那下一步您打算怎么解决呢 第一呢 想进行一个蜡王式的检查 就是对农药的井莹企业 和这个井莹 刚才说的 你这个片子上放的这个 毒丝皮这样的 禁用农业 进行一次全面的请业 看看像这类井莹企业 还有没有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加大批评的力度 让我们实用农业的这些农货呢 都知道 哪些是禁用农业 尽量呢 不用这样的农业 第三个呢 我觉得尽量地推广 我们这些 搞笑底度的农业 来实用 这个从科技上呢 来解决这问题 就给了 此理解决这问题 好 那刚才短片当中还提到 说两个人不够 那您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些措施 现在吧 我实事修事地说 现在呢 切切实实呢 由于几个改革 和等方面的影响 呃 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几层的 检官人员和力量 确实不足 下一步 随着我们执法 力量的甲枪 我们农业总和执法的 力量甲枪呢 把几层这个队伍 配齐配圈 甲枪执法检官 这样度就要 再来问题的发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有一份文件 是今年二月份 中央两办所 呃 印发的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 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 那么其中呢 提到本规定 所称食品安全 包括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对本地区 食品安全工作 副总责 主要负责人 是食品安全工作 第一责任人 班子其他成员 对分管行业 或者领域内的 食品安全工作负责 那我们说 关于这种农产品 食品安全的问题 其实本应该受到 重视的一个工作 那很遗憾 好像我们早庄 有些落后 您请坐 谢谢 好 厅长 我想问您一下啊 早庄出现的这样的一种乱象 您觉得 仅仅只是个例吗 早庄出现的这种乱象 我想不是个个别问题 就是 尽量在全省其他地方 也有个类似问题的发生 就像条例当中 要求的大家 这个必须强化 地方单位政府 助复的人 对这个减负器 食品安全 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对高度重视 强化树立责任的落实 农产品质量安全 既是产出来的 也是管出来的 那我想问一下厅长 接下来咱们到底怎么管 能不能管好 这个问题啊 正像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农产品质量安全 它既是产出来的 也是管出来的 我想下一步呢 我们就从省餐端和惯例端 从这两个方面发力 把这些工作惯好 在省餐端呢 发挥后 我们的职能作用 就是加乡技术的制造和服务 促进全省的陆产品啊 实现规模化景应 标准化省产 提高全省 中央制惯例的水平 去年呢 国家陆亚陆军部 和沙农省政府 在我们为访试啊 成立到全国第一家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这个中心里 简称啊 对我们沙农市的蔬菜生产 将起到这个标准引领 包括这个质量安全的 这个制成作用 这是在生产端 在这个管理端呢 这块面的任务恐怕更重 我想做在几个环节上 必须要加项 你比如说这个 从院头进行验控 就对这个怒子生产 特别是怒药 它的这个准入 要验八管 从生皮上 验个要秀 再就是呢 从罐里上 这个罐里上 要验关 这个对这个过程呢 就是弄要省三 适用 好 这样 经常我听明白了 也就是说我们从源头上监管 同时呢 在流通上也加强监管 保证我们的吃的食品 能够实现一个可追溯 对吗 我们也期待着 我们吃的这些东西 能够吃得放心 吃得安心 对这个过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